2013环崇明岛女子国际公路自行车赛8日明强开赛 在首日的环崇北赛段比赛中 首次来上海参赛的阿尔格式喜马诺车队 90后英国小将路西加纳尔 凭借最后冲刺的微弱优势 以1小时47分18秒的成绩夺得第一赛段冠军 据了解当天比赛全程73.4公里 共有18只参赛队的99名选手参赛 微风细雨虽然没有给车手们造成太大的困难 但整个赛段中车队都没有拉开差距 最后大部队以集团冲刺的形式通过了终点 中国重名捷安特车队的20岁本土小将黄冬燕名列第29位 是车队中发挥最好的车手 据悉为期三天的本届赛事的赛事级别为洲际2.1级 是洲际女子最高等级赛事 我们下车队中发挥最高等级赛事级别